這間店感覺很厲害喔 還有那個黃飛鴻 他們就每一桌都會有一個那個熱水 我們不會 所以大家就可以一直去 我們這邊看這裡就燒水了 這個我們是 我們這邊就是 看到這個綠水了 這個燒到這裡 然後這裡 你的茶葉就變成這裡 然後水開了先 水開了先喔 開始放在這裡 第一泡的話就用來死茶 嗯 然後第二泡的話也是放在這裡 然後再把它帶出來這裡 用這個放在我們的被子裡面 然後就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是小的 因為有些人喜歡 有些茶葉還有些人 不論這個 好 這個是便利的堆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的 豆花已經來了 超早到 吃一個看看 它好像焦糖布丁喔 應該是紅糖 紅糖 紅糖冰豆花 它的豆花好嫩喔 然後有一個奶香耶 豆花有奶香 有豆香 有豆奶的味道 喔 好嫩喔 它的豆花真的 很像布丁對不對 牛奶布丁 然後有點Q彈 然後這個紅糖 看你喜歡沾多還沾少 所以可以 可以調配 蠻不錯的 生意差好的 大家都在裡面喝茶聊天 大家都在裡面喝茶聊天 只有我們是來吃飯的 好了好了可以正式開吃了 這個是套餐裡面的上湯商業 這蠻好的 裡面有菌菇 它是配著湯煮的 應該味道很鮮 喔 商業 商業為止以為是纏寶寶吃的 沒想到人也可以吃 應該不是同一個吧 是同一個 它的蝦餃好像很厲害 蝦餃很不錯 它皮很薄 然後裡面都是蝦 所以你咬下去就是 蝦的Q彈 還有這個蝦餃皮的Q彈 它還有稍微有調味 所以你什麼都不用沾 直接吃就可以 它另外一個招牌 它就是蝦餃拿去炸 所以它的蝦餃本身應該是很厲害的 皮蛋瘦肉粥 皮蛋瘦肉粥 它是用這個 砂鍋 小砂鍋直接包的 我覺得它的包仔飯應該也很厲害 你看都是有真材實料 我們現在這個就插一個 排骨 這個粉蒸排骨 就是套餐了 加這個豆腐花加熱茶 88塊 划算嗎 然後再來是我們自己叫的 就是馬蹄糕本身是一個冰湯不大會吃的東西 但是廣東人都是很健康 它是QQ的 然後裡面會有 聽那個講話它 脆脆的馬蹄 所以就會QQ甜點 它可以當甜點 這樣八塊錢 這樣才八塊錢 很划算喔 它那個商業就是 大家有沒有摸過那種 葉子是粗粗的 然後好像有一點毛 就是那個葉子是粗粗的 像這個葉子就是很 光滑的那種 它是那種粗粗的葉子 那吃起來就是葉子的感覺啦 就沒有特別的味道 但是它 我覺得它已經是超強纖維 就是吃下去就知道明天一定會很順暢 就是蠻粗粗粗的那個顆粒 纖維感是蠻強的 好菜又來了 排骨 然後我們加了這個鳳爪 跟蝦腸粉 蝦腸粉真的是很 廣東的做法 以前在深圳的時候 就是餐粉都是早餐 它的早餐做法就是跟 我們去那種 港式茶餐廳的腸粉 是不太一樣 就是它這個粉很多 它這個粉是 也是很薄 但是它你可以看到它的料就很少 我們去那個 上海吃到的那種 茶餐廳的腸粉 就是可能會標榜蝦很大 這個就是 這要吃蝦的話是吃蝦餃 不是吃腸粉 它就是純純的醬油 很醬油 我覺得它這種的應該很厲害 因為蝦餃剛剛驗證 它非常的QQ彈彈 這感覺 好清淡喔 因為它的顏色非常的白 好吃 因為它很白 但它的味道很足夠 也不會說 很重口味這樣子 本身排骨還有加一些那種 稍稍鹽巴調味 喔它有芋頭 這裡是芋頭 本身排骨一定有芋頭 所以我一直都不吃 第一我不吃白骨 第二我不吃芋頭 這個鳳爪還是很Q彈 感覺是有先炸過 肯定有的啊 它這個也是必點之一 我看了一下 非常不錯 它這個也是入口期望 那個皮肉 鬆散掉 然後骨頭還是硬的 喔對 你剛剛一咬進去就是 就是整個都已經化掉 好吃 好開動 因為有些馬蹄糕 它的那個馬蹄會放的 太多或太少 它這個糕是 QQ彈彈的糕 然後裡面有一些馬蹄的 脆香 蕭的馬蹄 所以你吃進去的時候 就會有烤烤烤的 味的 脆香 脆 然後那個香就慢慢的 在你的嘴巴裡散開 然後你的大腦就會接受到說 喔原來它是有桂花 馬蹄 然後膏 合起來的一個 就是你們想的那個馬蹄膏 沒什麼不一樣 哈哈 聲音很好的 絡繹不絕 好吃飯 超級飽omet牡 因為這家 tecnologia 會不覺得 有個好想要 Anderson